大家好,我是ZChanger Racing的Team Manager,Trevor 來到Day3,今天我們正在做一些車輛調整 大家看到I30正在做一些設置和調整車高 今天的輪胎也齊備,我們正在做一個MARK胎的工序 你把那輪胎拿起來,那就適合了 下面有四條,四條鋼胎,四條水胎 全部裝鋼胎 四,四,十二,十二,十二隻,再加四條水胎 即是他們差兩條鋼胎還沒裝 水胎要嗎?我裝了鋼胎 裝了鋼胎,全部,只剩鋼胎 是啊 剛剛就要原本拿了所有輪胎 兩輛車的十四條鋼胎都拿了 水胎都裝了,現在全部都裝了 就可以準備一下磅重各樣東西 讀阿拉文各樣東西 蓋了 方便做 方便做 走 趁有少許時間 可能和大家走一走Pit Link 看看現在Pit Link有什麼車 美車可以看看或者和大家說一下 我覺得今次第69屆澳門硬碟子的一些看點 和可以注意的車手 現在是地面 基本上地面都是會放一些重頭戲的比賽 今年重頭戲的比賽 都是澳門GT杯 即是GT3的賽車 和FORMULA 4的 我們一走到這裡就看到 Daryl 和硬高兩部Benz GT3 順便說一說 今年GT杯有很多內地的車手 同時都有幾位香港車手 再加上三個外國級的廠手力 硬高是其中一個 競爭力非常高的大熱門 當然Daryl 去年經過過節很多故事 都可以爬到最後上三個第一位 他應該會相信GT杯的競爭 或者整個看點會很激烈 剛剛看見好像是眼膏 眼膏也正在準備 可能正在跟技師溝通 接著有些雜誌 但我看到另一位香港車手 Aderley 康俊宇的 Hello Kitty 這車真的挺精彩的 希望他也有好成績 其實這場比賽 我覺得也挺期待的 Aderley也很久沒有… 隔了一排沒有比澳門 出現後應該也很好看 繼續數下去有M6 接著這個應該是台灣車隊 張英尚的車 他去年是GT4 今年是GT3 都是一個非常有實力的車手 我會說 好 接著來到這個地府一層 主要是停擦著一些GT4 和TCL組別的車 我們可以先看一看這邊 這邊可以跟大家… 可能有些有留意車的朋友會知道 今年雖然是有很多TCL車 但是分了兩場賽事 分別是CTCC的 他們有一場TCL Asia的最終站 和一個東網洋大賽的TCL Asia Challenge 名字很像的 但分開的 可能最主要的分別就是 CTCC是鬥開整個系列賽落到來的 我們東網洋大賽的那些 就相對是one offer 都多一些港澳的車手 可以看一看 現在我們這邊大部份都是CTCC那邊的車 你們如果要承認的話 就可能除了看它頭玻璃 它是哪個賭場方法之外 應該車身會有CTCC Logo 和力性 Logo 就是他們大會的一定要貼的東西 因為我始終不是看全櫃CTCC 也有點不熟 但最簡單 大家最有印象的 就是領克的廠隊 我們正在經過 你看到這裡一排都是領克的車 謝森都是開領克 會跟我同場的 而旁邊呢 就是他們鬥開CTCC全年度 又繼續有 珍妮汪王日升 又有朱大維馮 上年獲得了東網洋冠軍的張子強 其實他們的Pit 我覺得是全部Pit來講最漂亮的 繼續走下去呢 就去到 有大眾福寺的車 聽說福斯維根他們的POT 在這場比賽是直路幾快的 這個也是聽說的 不太清楚 但你看到就是 這裡有四部 都是廠車級數的 然後來到這裡 看到這個綠色 可以說是他們這一場 CDCCPCR的重點 是領克廠隊以外的另一個大廠隊 MG 原因就是他們找了侯夫回來 去鬥這一場車 可以說是一個 對於我而言 或者對於很多車迷來說 都是整個澳門的其中一個最大的巷點之一 看看侯夫在駕著這部 他不算是駕開的車 他去挑戰一眾的內地的廠手 看看會有什麼效果 看到嗎 看到嗎 駕夫 駕夫 不是駕夫 駕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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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隻 嘩 駕駛 譯名的東西 就不足夠 那麼多 GD4的 車種主要都是 AMG 保時捷 GENETA 然後有KTM 我記得 然後也應該是有LOTUS 好 我們經過這裡 看到有一些拉花挺漂亮的車 這個是我們 香港有一個朋友 他有份去做的 這個是 KP style 幫他買個廣告 但是真的做得挺漂亮的 我覺得 除了這兩輛之外 我記得路車都有一些車 是他們去設計 整個拉花去做的 KP style 因為我們飄移的時候 都精神去見到 介筆的朋友 你們好 記得看到 其實我覺得 麥拉倫真的挺漂亮 GD4 好似你去 給一個價錢 去駕駛GD4的車 駕駛一部 麥拉倫的GD4 好像是最開心的 那樣的感覺 那當然 這個機會暫時就不關我 只是說說 我們經過 James他們的Benz 今年也是換了一個 挺漂亮的拉花 一個EVisual的主題花 希望他加油 可以拿到好功勢 好 接著我們經過 我們自己的撇位 對面呢 就是另外一個 都很有實力 很快的車手 Sosa 還有Ajun他們的Audi 那 都很榮幸可以和他成場的 一路掃下去 一路掃下去 那看到有其他 澳門車手的車 Audi和Honda 都是 今場應該算是 最多 車的廠 可以留意 有一支是新款 ISV 有一支是舊款 Honda 都是會有 FK 和FK-8 或者我們在型號上面 寫著FK-7 經過TRC 剛好就見到兩部 對比了 一部是 剛剛由法國回來的 天上位 去駕駛的FK-8 還有旁邊就是 黃天鴻 阿珍蜜 都是叫珍蜜 珍蜜 珍蜜開的FK-2 看到現在發出車 可能還沒拉 但是 絕對 我自己認為 車位的速度一定會很快 都很想 看看可以和他 撐到多少 和他聊天 我們來到路車這裡 你看到 一來有很多EVO 或者Fiesta 標誌都有些 大部份是 街車 吞出來 其實 我覺得 這個賽事 也是一個 很吸引香港人去看 街車 JDM 類型的東西 或者 一些 改裝的文化 極致 到路車這裡 去比賽 是一個 我自己都很喜歡 想他繼續會 有下去的賽事 但是 遲些澳門是 會不會保持著路車呢 其實就不知道 我們 有一看就繼續看 好像多了很多 有角色的車 所謂俗稱痛車 這個是一個澳門的漫畫師 漫畫家 一個澳門的漫畫家 他畫的一本漫畫的角色 放進去 那叫街道 那 都很有心機 然後 遠一點之後 看到 戒筆 剛剛我們有說過 戒筆 他們都有擺的EVO 又是痛車 繼續數下去 EV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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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著 除了 一個叫做 無上限改裝 它是2.0之外 也有1.6 的1.mini 那他們 都是 會是 和那些EVO一起出的 就是和2.0一起出的 但是 會是 第二個組別 去計算 都是路車挑戰賽 裡面 這裏是 掃把佬 我自己個人喜歡掃把佬 不錯不錯不錯 都是一些很滿的常態 每年都可以回到這裏 好 今天就和大家先走 遲些見 拜拜